你不是我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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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大选结束四天了 其大队以及认输 美国总统欧巴马也邀请川普 到白宫见面 并展开交接事宜 等于对手与现任总统都已经认证 川普是下届总统 不过仍有许多民众 无法接受这个选举结果 认为美国人的未来是黑白的 而不是彩虹般的多元 苹果于美国时间周六 在美国纽约执行 大批的美国觉醒青年 抗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 佩斯大学的捷克主修艺术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抗议了 他表示美国对人种 还幸福向越来越多元 不能容忍川普对女性的轻蔑 我认为这些选择最多的 是要提到公共的关注 并引起其他人 并没有自己的关注 游戏人数超过一万人 从纽约联合广场出发 一直游行到第五大道 川普大楼前 大批的游行民众 占满了第五大道 虽然川普未必会搭理抗议民众 不过负责组织的觉醒 其他人坚持抗议会持续下去 国际中心众和外电报导 国际中心众和外电报导